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萌等美日委托餐品订单 112 这不是应急食品 萌等美日委托 冒险家的能力极限 113 凑合 有人用 萌等美日委托 怨风带走思念 114 过量的思念 萌等美日委托 鸽子 鸭子小孩子提迷 对不起鸽子习惯移去不回一个男孩的曲信 115-116 略表歉一年好 亲爱的爸爸 我们来收集蒙德美日任务的隐藏成就 第一就是这个 这不是应急食品 我们需要先在蒙德的美日委托里面 接到仓品订单 这个委托 他的发布人是猎鹿爪沙拉小姐 我们需要在送仓品订单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的食物嘛 我们打开背包 把这个食物给吃掉 吃掉之后我们就能拿到这个成就了 小伙伴们不用担心 我们吃掉这个仓品完不成最后的任务 拿不到原食 我们吃掉之后可以再找沙拉小姐要一份 相当于免费的自助 之后我们正常的把任务做掉就行 好 以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在美日委托里面 接到仓品订单借任务之后 来到猎鹿爪找到沙拉小姐 我们和她对话 然后她会让我们去送外卖 这里可能会接到这个嘟嘟海莲蒸 或者蜜酱胡萝卜煎肉之类的 那没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先不要走 我们打开背包 然后找到任务道具 这里啦 我们把刚才拿到这个食物给她用掉 这样就可以拿到成就了 好 现在我们再找她来要一份 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拿到一份送仓的这个仓品 接下来我们正常的完成的流程就行 好的 然后她会提示我们去送仓 我们来到清泉镇 到清泉镇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西南方下 好的 拿到仓废之后 我们现在打开地图 回去把这个仓废交给沙拉 真满 OK 这样任务就完成了 蒙德美日委托里面有两个成就是端于提米的 一个是略表歉意 一个是您好亲爱的爸爸 这里是他们获取途径的总表 我们需要先在美日委托里面接到 遮止鸭子小孩子记任务 接到之后争取后续的情况会有两个不同的分支 一是我们杀死鸭子之后 在第二天应该都会接到这个提米对不起 我们去找佐瑞斯 给他伤着木峰蘑菇之后 我们会获得一个食物 回来交给提米 就能拿到月表歉意这成就 第二是我们这 我们坐往上面或者是下面这些分支 都需要重新接到一次这个遮止鸭子小孩子 才能去接另外一条分支 就是我们需要仿着做 比如第一次我们杀了鸭子 那拿到成就后第二次 再接到这个任务 我们就需要正常的喂鸭子 仿支也是一样的 好的回到当才的话题 我们正常的喂完鸭子之后 会接到这个遮止习惯一去不回 他的发布人是杜拉夫 这个任务分三条支线 我们只有在第三条 就是鸭子被递着秋秋仁抓走 我们在秋秋仁旁边 捡到一封信 我们再把鸭子送的那个信件 拿回来交给杜拉夫之后 才会开启后续任务 叫一人男孩的屈信 做完之后 我们就能拿到 您好亲爱的爸爸这些成就 好的 一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在接到鸭子鸭子小孩子 递着任务之后 先来到这个蒙德大门前 来找提米 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三份小麦 如果没有小麦的话 可以来到这个蒙德的商店 滑到最底 这里就可以买到小麦了 我们买三份 回来交给这个提米 他会让我们带给旁边的鸭子吃 我们针随任务指引 把视线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去到湖的对面 我们拨撒往这些小麦 然后鸭子就会套出来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有两个分支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杀死鸭子 也可以选择不杀死鸭子 这里抗销外门自己了 好 现在他们套出来了 我们可以动手了 我们看三层 动手完成之后 任务提示就变了 变成了和生气的提米对话 好的 现在我们来对一下话 呃 来 切刀吧 亲王做爱物之后 我们现在和提米对话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他在那出地要找玛玛 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第二天 我们接到这个提米对不起之后 来找到葛瑞斯 这里我们选择哪一个都行 我们需要把三个木峰模组 带给葛瑞斯 有的小伙伴直接提交 好 现在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蒙德城上方这个提笔点处 到提笔点 我们把视线转到我们的南方向 从这边胎死绑朝前飞 我们去到对面的这个风车上 上面有好多的木峰蘑菇 在风车的第二层 楼梯旁边这里有两个 我们来采集一下 好的 然后楼梯的另一面也有一个 我们拿上 拿上后我们沿着 沿着这个木梯走 对 然后从这边我们拆翅膀 下来之后这就是 桑德拿好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当台的提笔点 我们再把木峰蘑菇交给葛瑞斯 拿到食物之后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蒙德城外面的记得起笔点处 我们现在去和提笔道歉 道歉完成就能拿到第一的成就了 真满 这次我们 我们正常会玩鸭子之后 可能会接到遮子习惯一去不回 我们来到清泉阵和杜拉夫对话 他叫我们去驱挡一下那些朗舵的遮子 好,这里选择上面或者下面都行 接到任务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这个清泉阵上方提笔点 然后我们把视线装到我们西方向小地图左手边 来驱挡一下这些遮子 这里可能会遇到三个分支 那如果我们进入了就是最后一个分支 他叫我们去前面调查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会遇到两种情况 就是有信件和没有信件 只有在最后我们得到信件 才能继续出发后续的任务 一个男孩的去信 这里小伙伴们来到这的时候 救灾的记录位置 在九星人头顶上 这就是信件 我们可以先过来阅读一下 好,这里是我们需要的信件 然后也打了,那叫格 你让我出来 我把它揍一遍行不行 好的,来切刀 这边我们揍它 那揍完之后 我们现在打探地图 回到张才记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静止朝前揍 把这个信件交给杜拉夫 嘿 我们最后接到一个男孩的屈性 跌的任务 就标志着我们能拿到成就了 这里杜拉夫会向我们说明 提米爸爸的死因 以及他对提米的亏欠 这里 我们正常按流程走 就能拿到这成就 繁小动作组 高领 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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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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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乱了 没叫你跟着 好的 我们现在回来对一下话 对话完成 就能拿到成就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来收集多量的思念这一成就 我们需要在蒙德的每日委托里面 先接到这个 怨风带走思念 他的发布人是德利斯 这次任务完成起来不难 我们只需要按照流程 把德瑞斯需要的普通因种子 带给他 然后再去到封神像 把这个种子给他抛撒掉 一动作五次 我们就能拿到这个成就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接不到这次任务 然后他还有一个延伸任务 叫出不可及的恋人 这个史大囊票打 这次任务和成就的获取 没有必然联系 那以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接到每日任务之后 来找到这个德罗利 我们需要给他三份普通因种子 有的话小伙伴们等下对话完成直接提交 然后拖一下进度条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也没事 我们等一下一起去采集 好 现在有的话就提交掉 那没有的话来我们一起打台地图 来到蒙德城的GTV点 然后我们要去到蒙德的大门口 来到大门口之后 我们把视角撞到我们右手边 我们的南方向 这里刚好有三颗普通因 我们用风元素角色把它出去上掉 然后就能拿到普通因的种子了 拿好种子之后 我们再打台地图 回到张才的地质TP点处 我们再去找九罗利对话 它会让我们把这个普通因带到 带到风神的成像上 让它播撒掉 对 好的 现在我们再打台地图 来到GTV点处 到GTV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北方向 来爬一下这座神像 我们从它的裙带这个地方 朝上爬 这样我们就上来了 然后我们把GTV点的种子 给它播撒掉 现在再回去交任务就行 这样我们就算完成了五分之一 这段任务我们一共要完成五次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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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